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能 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最新統計 英國已經由2020年的全球最大出口國排名第五位下跌兩級 至2022年下降至第七位 而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22年英國的貿易逆差達到866億英鎊 比2021年擴大586億英鎊 英國急需引進外資以謀求經濟發展 已經成為了有目共睹的不真事實 英國商業貿易部國務大臣莊敦文日前在公開場合直言 他正在努力吸引中國汽車製造商去到英國投資建廠 而來自中國的投資對於英國實現環保目標也至關重要 莊敦文日前在漢普頓宮舉行的英國全球投資高峰會上說 商業談判和政治分歧可能可以同時並存 特別是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局勢背景下 那並不意味著英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要關上大門 今年9月曾經訪問中國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的莊敦文就直言 他歡迎中英兩國在商戶投資方面進行強有力的商業合作 說中國擁有非常強大的電動車產業 希望中國企業在英國製造出口高質的汽車 然後英國就可以利用這些汽車進行出口 莊敦文更加表示他的紅心壯志之一 是吸引到一間中國汽車製造商 儘管當前由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發起的 地緣政治鬥爭形勢仍然令人擔憂 但莊敦文在投資峰會上的表態 展現了英國的求資深切 據德國研究機構近日公布的報告顯示 今年1月至9月 中國製造商共向國外銷售340萬架汽車 出口量已超過日本及德國 其中電動車佔出口汽車的比例是24% 是去年的兩倍有多 雖然主管貿易的官員已經毫無保留地指出中國的投資 對英國的經貿發展極其重要 而英國首相辛偉成再次起用被英國政壇 視為對中國友好的前首相卡梅倫出任愛上 似乎想向中國示好 但因為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圍堵中國的意識形態 辛偉成仍然沒有勇氣以基於英國的利益 而作出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抉擇 他在全球投資高峰會上 仍然發出對中英關係發展消極的講話 自出因為考慮到中國已改變 兩國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辛偉成又說 英國目前對中國的戰略 可以概括為保護、結盟 以及接觸或交手這三種方式 強調必須保護英國免受風險的影響 他更加舉例提到上年推出的新國家安全和投資法 目的是給政府可以阻止敏感產業的外資進入 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正在重新審查 他最近出台的國家安全與投資法案適用的情況 這個法案被形容為不成比例地阻止了具有中資背景的資金 和英國交易 英國又是否準備講一套做一套呢 英國極其希望獲得中國的巨額投資 以帶動當地的經濟增長 但又以泛化國家安全等種種藉口 妨礙英中貿易正常交往 完全是智商矛盾 其實英方今年較早前已宣布 多項汽車領域的外商投資 當中包括已收購接炮老虎的印度塔塔集團 施資40億英鎊在英國建廠生產電動車用電池 而這項計劃亦有著濃厚的中國元素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8月曾經披露 在宣布這個消息時 塔塔集團拒絕證實中國能源巨頭 遠景集團旗下的電池製造商遠景動力 是否參與了這個項目 但遠景動力確實 將會在塔塔集團的英國電池工廠之中發揮關鍵作用 對於英方希望中國的汽車製造商落戶英國 其實中方一直表明 中英雙方進行經貿及投資合作 有助於實現共同發展 協助全球經濟成長及繁榮 中方願同英方在互相尊重 合作共贏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的優勢 期望英方雙向而行 實質為在英國投資經營的中國企業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英國經濟持續沒落 英方必須認清及承認事實 繼續在國際舞台上戴上虛偽的面具 扮正義大國 最終永遠得不到好處 今日的節目時間到此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